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美国之音乐语组为你制作的全新节目 叫做海外港人系列 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会为你特意介绍近年来 一些移居了海外的香港人 究竟他们在海外的生活是怎样的呢? 是不是一些建制派的传媒所说的 很生活辽道,很惨 经常都想着回香港 还是积极面对新一业的人生呢? 承接着上一次我们介绍过一位废墟专家之后 我们今次继续介绍另外一位的废墟专家 不过这位的废墟专家已经移居去了英国 他的族席偏级全球去过日本、台湾和乌克兰 他创立过组织叫做方形紫色 香港的一些废墟界称他为秘组 他的名字叫做Sing Chan 他首先回应最近大陆人对香港称之为废墟说法 认为取笑野鱼当中尽管言之有理 但重要的是作为香港人要从迈向衰退中政治觉醒 从全球各地的废墟中反省自身的政治觉悟 免受极权洗脑 并参与推广普世民主价值 贡献一己微薄的力量 很多人都认为去玩废墟其实就是躺平 很无聊 但是在Sing Chan的眼中 废墟专和政治是极度有关系的 他不是故弄原虚 卖弄政治博取楼栏 他越是在香港参与保育废的过程中 就越感觉到争取保育废本身就是一个政治角力的过程 他说香港政府懒你废墟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英军在二战之前兴建的醉酒弯房线 但是政府却由得他自身自免 他是这样说的 但是政府为什么不侮辱他呢 由得他变成一些废墟之缘 有时都不只是发育废直接由得他烂 变成一些乱石 你最后甚至认不出这个是什么地方 会不会有其他政治因素 会不会想抹走一些历史 我也不做无理的猜测 但是我只是看历史原来是会这样由得他们 他本身就是一些很需要评价的历史 这位废墟专家曾经事列过日本著名长期的军南岛 他说除了需要史实去完全相信之外 除了存疑更加不会一面倒将历史意园对立 归类所有日本皇军就必定邪恶 他说一次到日本一条废村里面的一间普通诊所 从废弃相片中发现诊所以往的医生就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位皇军的军医 上面还看见他曾经搭足不惊 还在一些地标上拍照留念 这样看到这些相片冲击了他的思想 那我就会深思这个人其实他是不是会有杀过中国人 或者甚至杀过香港人呢 但是在他的相片里面其实他只是一个徐克野军医而已 那他可能救日本人之外也有可能会干中国人 其实有很多这类型的思想在那里 那当然他整个医生的历史我很难找得到 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也会再想多了就是说是否这么表面 还是某一些国家的大外宣去告诉你 日本人一定是谁的了 他们反对我们去争取民主自由一定是错一定是有阴谋的 那我就觉得不一定 这位废墟专家在离开香港之前 曾经多次接受《苹果日报》访问的 他流露了他对《苹果日报》大楼的不舍 记者问道 作为废墟专家曾经游历过香港无数废墟的他 会不会想到香港政府会放过《苹果日报》大楼 令到他成为废墟呢 但是他很悲观地回答 其实我最想去当然不是废墟 我想去当然是迎运回 变回民国家做 这个是超级理想的想法 就是梦想 可以说的 但是当然这个暂时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但是现实上 我又知道他其实他连废墟的 对政府来说连废墟的资格都没有 他一定是会判断他 如果这件事在政府的角度判断了之后 他是一定会判断他 那他不想留下任何这些蛛丝命迹在那里了 就是类似回忍之前 他连以前英国在这里做过的军事设施 或者其他的东西 他都不想保留 何况苹果这些那么棘手的问题 对他来说 他一定不想保留 好了,我们在这里结束第一集 有关星青的访问 在第二集回来 他会继续介绍 他曾经去过台湾 乌克兰等地的废墟的 下一集节目回来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